嗨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也想在我们的频道上 分享自己的故事 那就快快的把自己的故事音频 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吧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 火鸡的感恩节 作者是美国的温迪·希尔瓦诺 是由北师大出版集团出版 感恩节快到了 一只火鸡害怕自己被主人端上餐桌 开始绞尽脑汁地想办法逃过这一劫 你想知道火鸡想了什么办法吗 快来跟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不好了 火鸡有麻烦了 很大很大的麻烦 就是那种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 而你就是主餐的麻烦 不过火鸡有了一个主意 如果它看起来不像一只火鸡呢 如果它看起来像一匹马呢 不管怎么说 农夫杰克总不会吃一匹马 过感恩节吧 看火鸡的装扮还不赖 事实上它已经很像一匹马了 至少它自己这么觉得 奶牛叫着说 不要再像马一样溜达了火鸡 你怎么知道是我 火鸡一发牢骚的 太矮了 奶牛说 火鸡嘟囔着 不过看了看奶牛 火鸡倒是有了一个新点子 不管怎么说 农夫杰克总不会吃一头奶牛 过感恩节吧 快看火鸡的装扮还不赖 事实上它已经很像一头奶牛了 至少它自己这么觉得 猪呼噜着说 哦 我的牛啊 不会是你吧 火鸡 你怎么知道是我 鸡抱怨的 太瘦了 猪说 火鸡嘟囔着 不过看了看猪 火鸡倒是有了一个新点子 不管怎么说 农夫杰克总不会吃一头猪 过感恩节吧 火鸡的装扮还不赖 事实上它已经很像一头猪了 至少它自己这么觉得 绵羊颤抖着声音说 快别装火鸡 快别装火腿了 火鸡 你怎么知道是我 火鸡快哭出来了 太干净了 绵羊说 火鸡嘟囔着 不过看了看绵羊 火鸡倒是有了一个新点子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农夫杰克总不会吃一只绵羊 过感恩节吧 快看 火鸡的装扮还不赖 事实上 它已经很像一只绵羊了 至少 它自己这么觉得 公鸡哭哭哭哭地打着鸣说 不是什么 好主意 火鸡 你怎么知道是我 火鸡咆哭道 太黑了 公鸡扯着上门喊 火鸡嘟囔着 不过看了看公鸡 火鸡倒是有了一个新点子 实际上 这是它最棒的点子 因为它和公鸡长得非常像 这个装扮肯定简单得多 不管怎么说 农夫杰克总不会吃一只公鸡 过感恩节吧 嗯 或者也可能会 公鸡说不定是农夫的第二选择 火鸡很担心 毕竟公鸡和火鸡太像了 这时候农夫杰克走进了谷仓 火鸡 火鸡 小火鸡 不管你在哪儿 快出来吧 快出来吧 火鸡呢 龙夫杰克的妻子问道 不知道啊 龙夫说 我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 天哪 感恩节没有火鸡可怎么办 嗯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吃公鸡 火鸡听到了这个不好的消息 哦不 公鸡也不行 火鸡想 他拼命地四下张望 想再找一个点子 结果 他发现了 哇哦 快瞧 火鸡的装扮还不赖 事实上 这才是他最棒的一次 感恩节快乐 你点披萨啦 龙夫杰克的妻子问道 没有啊 龙夫说 不过 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 一家人团坐在桌前 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披萨 对火鸡来说 这真是个最好的感恩节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大朋友们小朋友们 感恩节快乐 我们下周见 拜拜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谢谢 下周见